西環一間舊式鞋舖被網民質疑假結業真清貨 網上輿論又傳出3月結業時的歷判 變成之後的圍攻 鞋舖老闆85歲的黃婆婆道出當中的苦衷 我自己沒有說 那些小孩說怕我辛苦 所以他們看我這麼精神 原來黃婆婆的老公去年過世 自己也患病 需要入院做手術 家人當時唯有決定結業 讓黃婆婆可以好好優養 做到自己不能動 割了兩頭腦出來 很大件事 你看都看到這麼大件 不是說謊 騙你 幸好康復過程比預期中好 鞋舖是黃婆婆和王夫的心血 店內不少設施 都是由老公一手一腳做出來 當然不捨得就此結業 即使年過八十 膝頭有問題 腰部久不久就會痛 他仍然一手一腳打理鞋舖 希望做得一日 得一日 守住一家人的回憶 東網記者 唐紫恩 報導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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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